比较高 不过他没有来到那边 然后过后呢 市场就一直往下的掉 所以我们在低的价位的时候也是 不敢进场买 因为知道这个情形有一点严重 所以一整天没有做任何交易 不过今天呢 看市场应该是跌到有点超卖了 是可以来做一个短期的买 希望能够小反弹中获利 今天是比较特别 因为10月份的合同呢 将会做教育做到下午5点15分 然后呢就11月份的合同 就从明天开始成为最活跃的合同 10月的合同 如果你没有在5点15分的时候 之前平仓呢 那你的那个盘口呢 就会等到明天 来借算 明天借算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风险 因为明天呢 他是选择市场 开始9点的时候呢 各个成分股的第一个交易价为标准 不过这样的情形变成时候 那个风险是蛮高的 因为在这个 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的选择了 任市场去决定 在以往他是以当天 最后一个小时的 五六个价钱啊 然后哪一个平均数 市场的那个波动范围 大概也就是在那边 反你今天此时此刻的 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价 不过如果你是等到隔天呢 才由那个开市价来决定啊 因为各业 美国股市的变动 将会大大影响 各天的情形 或者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有时候他也会 多少的被一点操纵 如果11月份 我们把它推的很高啊 五星中 11月份的那个 9点的结算价 开盘价 都会是很高 所以使到他的结算价也是很高 经过那个结算价的那个计算之后呢 全部的多头 跟卖空的盘口啊 全部清完 他们的仓位啊 都会在结算价这个 这个水平呢 清算 如果你是卖空呢 结算价就是你的买价 如果你是买方嘞 你的结算价就是你的卖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全部人的亏盈啊 加加起来啊 是相等的 交易所将就把整个10月的合同 全部把它清完了 就结束了 走入历史啊 刚刚8点30分的时候 我们放一个281.15进去买 现在是做281.25281.3 我看应该是做到了 呀我们做到 done 我们做到买在281.15 现在我们不允许他的价钱 再跌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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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这种水平 所以如果说他有来到280 这样的水平 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清掉 所以呢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放一个订单 现在进来卖 我想说他又来到60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的户口的钱有3039 啊 因为用了那个保证金两千多块 现在变成说我们的啊 剩下的钱只有949可以用 啊 通常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我一进场买到那个价钱之后呢 市场要马上对我的盘口有利 那么我再喜欢 要不然呢 我就是通常有一点点 获利我就溜了 走了 好像说像现在他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我是很想说要赶快把这个盘口清掉 这个也是一个交易的一个特征 不过有好有坏 你看啊 他现在是281.4 以一般上的速度来讲 他要来到281.6是很容易 哦 我们应该是做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去查一下 啊 这个时候我们是卖在281.6 跟我们早先时候呢 做到的那个价钱就是说我们有获利 在这个时候你看啊 我们在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交易跟他解决掉 不过是你在你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呢 做一个邮寄站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是吗 照的 我我们马上 去到 我们去到 我们现在去到 我们下期一下 拜拜